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活动了一下臂膀 海天青感觉到自己的能力又回来了 他朝着零三九点了点头 将木盒递了回去 同时问了一个困惑已久的问题 既然特殊物品也拿了 能力也还给我了 那你们为什么还坐在这儿不走啊 此刻没有了热雨 月朗星熙 白虎和狂风都消失了 黄沙被雨浇过了 混成了泥 暂时是不能继续在空间里放肆了 这样的天气 视乎清晰 还正是上路的好时机 零三九文言突然把脸埋进了手掌里 孤长在也重重地呼了一口气 用一种近乎于哀叹的语气说 白干部 你看见我们的车了吗 海天青一愣 立即站起来四周望了一圈 此时空空的马路上 凌凌地坐着三人一吐 街边倒着几辆被迷糊住了的破败车体 身后除了一片废墟之外 就只有一栋摇摇欲坠的楼了 海天青这才意识到 装满了食物和水的两辆车不见了 在副本里一呆就是两三个圈 咱们的车早就被透露 零三九闷闷的声音从手掌里传了出来 第九十章 在路上 高速公路上 无数的车流汇成了一道钢铁的河 在蓝色路标下 挤挤嚷嚷 前朝汹涌着 想开出一条活命的路 疯狂的鸣笛声 左右冲撞的汽车 尖声的哭和怒骂声 车辆相撞后的残驱 都化作了一团巨大的恐慌扑面而来 迅速地蔓延了开去 然后 突然被按下了剑指键 零三就一步一步地穿行在了拥堵着一动不动的车流当中 万物聚集 只有他的脚步声和远处 一个持续不停的车喇叭声 回荡在天地之间 刺耳的车底下 公路越发寂静如死 这时尖锐的喇叭声 却忽然 截然而止 远远的 无常在已经从另一辆已经看不出颜色的车前直起了腰 这才抱怨道 死在哪儿不好 偏偏死在喇叭上 这句话传进了耳里 零三就忽然想到 当初卢泽走在尸体的背上时 他脚步轻快的样子 当时他看了还觉得很愤怒 可是如今 此人早就从一个不可想象的恐怖变成了他们麻木的连眉毛也懒得抬一抬的东西 他抬头看了一眼蓝天下的路标牌 被风伤和高温侵蚀了大半年 路标牌上的字迹已经模糊得几乎看不清了 零三九使劲地眯起眼 原地探头站了好几分钟 才勉强算是连蒙带猜地看明白了 他抬头朝远方的同伴喊道 我们离盐平港还有八十公里 还有那么远啊 离他最近的一身哥特装扮的兔子 在一辆沃尔沃的车顶上叹了一口气 引回来那么多件特殊物品 怎么就没有一件能让我们飞的呢 因为乌苏独的关系 四个人在车笼里分散开了一段的距离 各走各的 离那个奇怪的游戏副本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月了 这一个月的日子里倒是过得出乎意料的瓶颈 除了三餐不计 饥寒交迫以外 四个人上一次吃东西还是两天以前的事情了 高温虽然已经不能再对几个进化后的人产生致命的威胁 但是也造成了另一个叫人措手不及的状况 没有了食水的储备以后 几个人自然而然的变想到了超市 食品工厂 便利店 可能会有食户的地方 在一个大城市里 超市遍地开花 找一个没有被洗劫过的应该不难吧 可实际情况却不是那么理想 凡是真空包装的干燥的食物 几乎都已经被搜刮光了 作为人人想到的首要目标 许多超市里连一瓶水都没有剩下 这还是幸存下来的超市情况 更多的超市连着楼底在一起高温中倒塌了 堆积成了山一样高的废墟 没有 到处都没有食物 也没有清水 就在大家越来越焦急 越来越失望的时候 039忽然想到了一个地方 不出意外的话 这个地方应该存放着 远远超过超市的巨量食水 而且能够意识到这一点的人 恐怕是寥寥无几 那就是海关巷口 作为一个发达的口岸城市 深海市每年的进出货物量达到了一个惊人的数字 而且进口食品作为其中一项特殊的货物 在每次入关前都需要留在海关仓库里 接受为期一个月的检验 飘扬过海而来的食品 最低也是以一个货柜箱算起的 海上运输相对苛刻的条件 也要求了食品的蜂蜜性和抗腐性要好 而且货物港口附近的人烟稀少 相对于来说也更加安全 还有比海关仓库更加适合的七山之地了吗 所以尽管 延平港路途遥远 几个人走的也是心甘情愿 现在车流里 走路的速度自然快不起来 可是在没有地图 没有GPS的情况下 也只能够靠着高速公路的标牌前进了 就那么默默地走了一会儿 039的脚步停了下来 在他前方的一辆车上 一只深褐色的手将驾驶座的车门打开了 拦住了他的去路 039面无表情地看着走下来的那只干扁的堕落种 手里一挥出现了一条比对面还要长的口气 还不等那堕落种反应过来 他的头已经连着自己的细小口气远远地飞了过去 好久没有见过这么干扁的堕落种了 他自言自语了一句 这个混得还真差 说吧 他跨过尸体 一脚踹上了车门 又向前出发了 不远处的湖长载 看了看他的背影 忽然几步接近了海天青的方向 哎 海干部 海天青自觉地离他远了点 问道 干嘛 你觉不觉得 小九把头发剪短了以后 帅气了不少 海天青看了他一眼 答道 我不知道 我是直男 嗯 说的也是哈 胡长载点了点头 看着海天青远去的背影 忽然意识到了不对 啊 我也是直男啊 海 海干部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走在前方的零三九翻了个白眼 装作没有听见 就这么走了大概两个小时 十进虎后 太阳渐渐地堵了起来 似的人眼睛都睁不开了 尽管人人都具备了高温适应和体能强化 可依然能够感觉到空气里灼人的热度 正混着沙尘在肺里翻腾了起来 再过了几个岔道口 公路上的车越来越稀疏了 日头渐盛 也不该继续再往外头走了 就在几个人忍不住想要找一辆车进去睡觉的时候 公路一个拐弯露出了前面一个幽暗的隧道口 进隧道谢谢吧 里面凉快 几个人鱼贯地走进了隧道里 隧道很长 没有了路灯以后 就如同走进了山的肚子里一样 黑暗暗的 只有回头看时 才能够看见尽头的那一团光亮 自打进了隧道之后 车流一下子就稀疏了不少 从这开始就只有去海边的路了 而且急温地狱刚降临的时候 几乎没有人想到要去海边避难 兔子声量最小 对他来说 同样的距离要花上两倍的气力去走 早就累得不行了 没走两步 他就第一个跳上了一辆雨宴的车顶 占山为王式的喊道 我住睡这辆车了 因为乌苏毒的缘故 大家这段时间以来都是一人一辆车的睡觉 否则要是睡时不小心碰到了谁 可就死得太远了 海天青默默地找了一辆体格最大的车 无常载则选择了一辆他旁边的车 只有零三九仍然地来回地走 时不时地弯下腰 用袖子擦一擦车玻璃上的灰 朝里面张望了一眼 虽然大多数车都没有锁 可也不是每一辆都合用的 许多车的车主仍然沉湿在车内 腐烂尸体混着枯血的铁心味 一开车门就能够给人熏一个跟头 只有那些主人汽车逃生了的 还能够勉强地进去睡一觉 零三九一连看了几辆车都不合适 正有些无奈呢 忽然看见前面不远处 有一辆半开着门的陆地航海舰 立刻心里一喜 开着门 说明人可能早就走了 车子又大 足够他睡得舒舒服服的 他几步走向了驾驶座 拉开车门朝里头望去 里面是一张他做梦也没有想到 自己会再看见的脸 第九十一张 再一次死亡 仔细想想 零三九又是怎么想到 海关仓库这个地方呢 尽管大多数人都知道 进口食品要通过海关 可是恐怕不会有多少人知道 其中的细节吧 海关要对进口的食品做抽检 为期长达一个月 大批食品都在仓库中存放着 种种外行人不了解细节 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存放在记忆里了 而就在与车中人四目相对的那一瞬间 零三九忽然想起了自己会得知这一切的原因 因为眼前的这个人曾经在进出口贸易公司上班 怎么了 小九 车中的人声音听起来 含着笑意 见到老朋友不高兴吗 零三九直直地望着他 一时间竟然忘了自己要说什么 好半天他才用干涩的嗓音叫了一声 朱美 在他身后 察觉到不对 正要走上前来的胡长在等人 听到这句话 不由地交换了一个迷惑的目光 好久不见了 小九 朱美一双信和眼 咪了咪 没想到 咱们的脸上 多多了点装饰品啊 零三九恍惚地看着他 随即伸手摸了摸自己脸上的墨绿色花纹 看着他的动作 朱美笑了一声 不过 你的要比我的好看多了 她是在笑吧 零三九的脑海里 突然闪过了这个不相干的念头 从声音上听起来像是在笑 不过此刻的朱美半张脸都被口气替代了 实在很难看出来 还有没有笑意 原来是口鼻的地方 此刻变成了一个口气从中钻出的深洞 口气的末端忽然甩了一下 啪的一声打在了车门上 惊了零三九一跳 她这才如梦初醒地连连后退了几步 难道你在害怕我吗 朱美跟着迈出了一条腿 这条只套了短裤的腿 血白风吟 皮肉细致 如同她生前一样 生前 朱美 我在升温之后去过你家 零三九觉得自己的喉咙干涩的发痒 你家里有别人进去了 他们说你死了 什么别人 朱美歪了歪头 随着她的动作 口气在昏暗的隧道里 泛起了金属式的反光 随便吧 我当时可能是死了 不过你既然去过 怎么没有替我收尸 零三九哑口无言地看着她 当时她以为卢泽和马瑟对她抱有杀意 转头就冲下了楼 被追上了以后 尽管误会解除了 却紧接着遇上了第一只堕落种 想到这儿 她心里不知是什么滋味 迅速地撇了一眼 朱美的口气 正想开口道歉 却被对方的声音打断了 也好 朱美笑了笑 下了车 站在地上 如果你当时多事收了诗 我现在还真的未必能够活着 是死后才变的吗 零三九咬着下唇想道 早知道你会变成多乐种 我一定不会就那么放着你不管的 她的声音闷闷的 朱美的眉毛挑了挑 原来我还有这样的名字啊 你觉得我们这样的 堕落种 就不该活着了吗 你认为我们语气变成堕落种 还不如死了的好 她的语气变得很尖锐 咄咄逼人 是零三九以前 从来没有在她身上 见识过的态度 零三九一下就被问住了 脑子里一时乱哄哄的 什么话也答不上来 只能傻乎乎的看着对方 身后有人赶了上来 是胡常在 她的声音听起来很模糊不清 仿佛是个遥远的背景音 小九 你认识这个堕落种 你过来 小心点她 朱美瞥了她一眼 笑了 护花使者 怎么了 这难呢 她是我的同伴 零三九忍下了心里 翻腾起来的情绪 忽略了后面半句的问话 尽量平淡地答道 这时 海天青和兔子 一大一小地也走了过来 面带警惕地望着朱美 不过 尽管是这样的情况 几个人仍然保持了 远远的间隔 以免互相碰到 一个多月以来 这已经成为了 他们下意识的习惯 朱美毫不在乎 几个人对她的外形 形成的包围之事 只抱着胳膊 看着零三九 场面一时 陷入了沉默里 面对不光是外貌 连性格都仿佛 换了一个人似的朱美 零三九还真是不知道 说什么好 为好朋友 仍然活着而高兴 为她变成了堕落种 而伤心 难道要像对待 其他堕落种一样 对待她吗 想到吸食了自己 父亲的王思思 利用女友打猎的裴俊 要说什么呢 接下来该怎么办 零三九毫无头绪 半生她终于开口了 可从她嘴里吐出的第一句话 却是 朱美 看你的样子 你杀了不少人 如果没有吸食过 起码十来个人 是绝对不会有 这样一身 风则皮肉的 是啊 我要活着吗 我在这条隧道里 已经住了好几个月了 朱美大方地点了点头 这公路上有一半的人 包括好几个进化者 都成为了我的粮食 我曾经把海关的事情 告诉过你 今想也许你会来 所以选了这儿 没想到 还真让我等到了你 以前的记忆我都有 我也能够说话 能够想事情 小九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这意味着 朱美从来都没有死 我们仍然是好朋友呢 此时二人正面对面地站着 在朱美说话的时候 口气受到了震动 盐叶正一滴一滴地 从末端滑落到了地上 真的是这样吗 右手边是他们来时的方向 也就是隧道的另一头 此时另外几个人 就站在右边 海天青十分焦躁地 迈前了一步 皱着眉头问道 小九 你不用再和他说什么了 变成了多了种以后 就不是以前的人了 都敢 他的话音未落 人忽然却愣住了 完全忘了后面的话 不只是他 零三九和朱美也都是吃了一惊 目光呆滞了一下 眼珠随着面前的这个人的脚步 从右边慢慢地移到了左边 一个身量大概在一米七八的年轻男子 背着包 戴着帽子 跟着小曲 若无其事地从零三九二人中间穿行了过去 仿佛没有看见他们似的 脚步轻快地继续朝前走 他 他是从哪冒出来的 零三九猛地扭头 朝右边看过去 结结巴巴地说 右手边仍然像刚才一样 站着胡长仔 海天青和兔子 那个男人分明是从这个方向走来的 也就是说 必须要穿过海天青几个人的身边 可是他们此刻却不比零三九好多少 愣愣地看着那个背影 显然刚才完全没有注意到这个男人的存在 不 不知道啊 突然就从身边过去了 胡长仔一脸震惊 我都没有意识到 附近有人 嗯 我就在你识了